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比较频繁 但是冬天就不一样 冬天温度低 而且本身就有一定的耐旱能力 我们浇水要干透浇透 冬季一旦浇水过多 就容易导致根系出现了点问题 这样子会甚至烂根 而且很容易就导致叶片下垂了 还有可能是因为施肥不对 吊栏是官叶植物 很多花友在施肥的时候就只给淡肥 这样虽然叶子会越长越大 但是缺少磷甲肥 就会导致净干支撑不起叶片的重量 从而发生那种叶片下垂的现象 平时我们要给少量的氮磷甲均衡的复合肥 还是以氮肥为主 最后导致叶片发软可能就缺少光照了 因为冬季温度比较低 所以室内一般都会在室内养护 室内养护就容易导致光照不足 光照不足就容易导致叶片发黄发暖 或者会出现又软又薄的情况 这样就会让叶片发暖下垂 所以在冬季我们可以保证温度的情况下 尽量让它去多晒太阳 今天关于冬季吊蓝叶片发暖的原因介绍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次更新 拜拜